台东警分局的远警21号凌晨 将一名嫌犯押送回所的途中 行经根山路955巷口 和黄姓外送员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环姓男子右膝差错伤 巡逻车的左前车头也受审 台东分局获报之后 到场依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来处理 经过酒车双方都没有喝酒 而详细的肇事原因 警方还要深入调查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警车与外送机车发生差状 而在其他线上警力赶到现场后 人士依照规定针对双方进行酒测 并联络救护车将受伤的外送员送医治疗 这起车祸事故发生在今日凌晨12点左右 一辆警车在处理完案件 准备将一名嫌犯押回派出所时 在开出巷口的时候 与直行的外送机车发生差状事故 远警赶紧下车安抚伤者 并通知救护人员将伤者送医治疗 而在随后赶到的资源警力也不护短 拿出酒测仪器 请肇事远警进行酒测量测工作 而酒测值为零 本所远警于21日凌晨015分左右 在现场处理案件结束之后 将人犯贷犯所的途中 于根深路955向御右转根深路时 与黄信男子沿根深路执行至浦中机 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黄南右膝差错伤 巡逻车左前车头受损 本分局获报后到场 以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处理 经求车重放均为09 详细造势原因本分局深入调查中 整起车祸事故造势的原因 台东警方者表示正在离心当中 绝不会因为造势者是自己同事而互短 同时分局也会尽力来帮助同仁处理相关的事宜 并再次提醒用路人要随时注意路况 减速慢行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